跟着老冯去吃肉 三天九顿你甭享受 咱来西安怎么能不尝一尝 帮帮肉呢 帮帮肉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还真不知道 进去尝尝就知道 好来走 帮帮肉是怎么讲 帮帮肉现在其实那么厚 就顿一顿 那我们就找帮帮 我又开始掰上膜了 这个膜跟羊肉泡膜 那个掰法又不一样 这个就撕开随便掰 大小都无所谓 羊肉泡膜的膜呢 是半发面 这个膜呢 比那个膜要发得过一点 头感上会有什么区别 那个半发面它硬了 这个膜呢 它泡到汤汁里边 很快把汤汁吸得非常饱满 回软得快 就是辣子蒜羊血 我本来就爱吃血一类的 猪血鸭血都爱吃 但是这个羊血 跟咱们那天吃的又不一样 我觉得人就是辣椒 对 它这个真的是鲜羊血 然后这个蒜香辣椒香 然后拿这个油一剥 特别好吃 今天这家呢 比咱们上厨带到个好处吃的 味儿调得要浓 人家一道小菜 当一道大菜做 人家是蒜给的足 辣椒给的足 热油现锅让你吃到嘴里边 这种炕肥辣麻香 特别体验陕西当地的特色中的特特 这道菜就是我来西安印象中最深的 然后还有其次就是这个葫芦头 我就特别喜欢这两道 你不爱吃这个葫芦头吗 三碗够不够 三碗哪够啊 我还得来两碗 这儿还两碗 别看我们点这么多啊 肯定不会浪费粮食 因为我们这后边还有很多人呢 它这有六七种口味 葫芦头泡馍 我们点了三种 这种是三鲜的 有肉 有丸子 肉丸子 还有这个想皮 我到西安才知道这是想皮 以前老认为它是竹孙 但不是啊 这个是优质的 优质的就比三鲜的多了猪大肠 我们先尝一个三鲜的啊 来老婆给你盛点 我要一个丸子 要一个丸子是吧 它有这么多种口味 但我觉得汤里不是一样 但是它桃味 我也没吃 这三鲜的还有这个不一样吗 你吃回来了吗 那我再尝尝这个 我觉得汤里一样 它只不过里边食材不浓 我觉得这里的肥肠特别香 没有那个大肠的那种脏气味 特别干净 我觉得这肥肠处理的 就是这汤里的料上味 要比那天咱们在老婆好吃的料上味 要浓 你要是想吃一天一样一天一样 连这吃一天不就完了 像咱们这么说的 乍上去吃对横向对比 没有必要我觉得 我觉得是 因为汤里是一样的 它只不过食材不一样 对 就是吃里边的肉 你要觉得肥肠好吃 帮助你在来一盘肥肠 你要觉得肉好吃 你让老板再加肥肉 类似于这样 能不能不吃了 吃的我只顶啊 你爱吃的多 这是这是 那爱吃的东西不能老吃 不能天天吃啊 好吃吧 还可以 等了一个多小时 葫芦头泡膜也吃了 就差了一个八毛肉 要是不吃的话 多遗憾啊 不过味道还真是不错 本来我就不想吃了 再来一口吧 我尝试大肥肠 它这里边油蘸的特别干净 咱们在哪吃 吃的什么 是一个手艺 刚才厨师为什么让人倒呢 这火候要是不到 那味儿就差一吃 要你凉食吃能吃吗 凉食 对吧 还有一个呢 你要能品出其中的味儿 你看这个颜色啊 不是用酱汤煮出来的 这颜色是熏制上色的 它吃的呢 肉的纯香味 还有料香味我没吃出来啊 但是这里边肯定是有料包 人家料包给的特别气候啊 熏香味特别多 你能吃的外边和里边 熏香味都一样 最关键一步啊 就是它蒸的这个 来来来来 我实在是吃不动了 你帮我这吃什么 今天的MVP给谁 给它 你这学会抢哪了都 你不选那个辣子蒜羊姐 辣子蒜羊姐是小菜 但是这是主菜 我也觉得是 这个速度 就是它 就是它